今天公布边境查验不合格名单 其中美式卖场好事多 进口的牛油纸在容器具 容出试验不符合规定 一阵更完容出试验结果 蒸发残值减出值是94ppm 绿防可容物减出71ppm 而以据标准来说 容出试验蒸发残值 合格标准是30ppm以下 30ppm以上 其绿防可容物因为40ppm以下 因此这项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卫生管理法第17条规定 食要署也说 好事多这批牛油纸 是最近6个月内同产地同号列 首次不合格 依照规定一般抽批 提高到加强抽批 抽批率20%到50% 一共111多公斤 不合格商品 要依照规定退运或是销毁 好事多也回应 上周接货边境通知时 便立即配合指示处理 目前卖场没有使用 后续也将会全力配合指示进行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